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八点 不扮高深扮球均真 啤梨漫步 节目主持人啤梨 林汪静 and you can see them embroiled in a face-off there and some amount of jostling now some people who have spoken to me have in fact told me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is incident that china has decided to suspend the mansur over yatra and has told india in fact that it will not welcome pilgrims to cross over onto the mansur over side this is what we had reported about 48 hours ago saturday early morning but what we are now seeing of course are these pictures of jostling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24号在播放一则有关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的新闻时 插入了一段看上去与此事没有太大关系的视频内容是2012至2013年期间 中印边界部队在拉达克地区对峙的场景对于印媒发布这段旧视频 印度网民对其动机提出质疑这不是你们的地盘这是我们的地盘 你们在这里进行侦查巡逻需要这么多人吗十个人巡逻足够了为什么来这么多人 视频一开始一名印度陆军军官对一名中国军官大喊大叫 另一名印军官在一旁附和 中国军官用英语回答 这里的边界线很清楚 并不时用对讲机和其他士兵进行联络 印度军官接话称 这是印度的领土 你们在印度领土上 中国军官拍了拍印军官的肩膀试图缓和气氛 但对方的情绪仍然很激动 当中方重复边界线很清楚时 印军官摇着手指仍然称 我们知道边界线在哪里你们不知道 士兵现实中印双方都不愿后退 为防止发生意外状况 中方士兵手牵手拉起保护性的警戒线 把中国军官挡在后面 星期四晚的《啤梨晚报》 首先先讲一讲大家很担心 究竟会不会是世界大战 因为先在朝鲜北韩那边 再说中印边境那边 朝鲜北韩之前说了很多 就不说了 亨利的判断是假 打仗机会差人都微乎其微 我都相信一日萨德系统 那些X波段的雷达未装好 都相信不会打 你没有办法可以比较高的成数 可以接到那些德韩射尼的飞弹 也不说是洲际导弹还是什么核弹 你射去南韩 射去边境也会死几十万人 这样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X波段雷达未装好的时候 在萨德系统最强的资源 相信不会打 最快到下年先 如果要打 中印边境衝突有什么事 大家看了两段片 也不知道 骯傲 第一段片是最近中印边境的冲突 倒你 那個就叫衝突 第二段片就是幾年前 也曾經發生過2012或2013年 又是中印邊境衝突 你看到兩次衝突都是這樣 即是連打架 或者用槍指著你的頭也沒有 爛架也不是 然後兩邊的人 滾在地上也沒有 兩邊的人拿著攝影機 好像我們示威一樣拍攝 或者拿電話拍攝著你 或者大家在那裡鬥爽 你看到幾年前過一次 中國的官媒就說他很克制 說印度的士兵情緒很激動 我都不是 大家在那裡吵架 也不知道是不是吵架 可想言之 如果你只看標題所謂衝突 你再看真正一點 這叫什麼衝突 人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衝突 是真的會射武器 會死人的 很簡單 你說人家過你邊境 沒問題就扮他 是 很正常的 你 這些叫什麼 啤啤啤啤 是類似小村仔那些 那這些叫什麼衝突 會打仗 是嗎 那些是過來 過來 然後一邊說一邊退後 然後又說到什麼 中國解放 今次那麼厲害 幾次都是這樣 一下子 一下子 對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發生什麼事 其實如果你說中印邊境有衝突的地方 有主權爭拗的邊境的範圍 史上就是兩個 例如在克馬洪線以南的地區 或者在克澤米爾的克塞蔭區 是 但今次發生的地方 就不在這兩個地方 而是在北丹和石金中間的洞廊高原 事源之後為什麼發生呢 因為本身印度在邊境有很強的兵力 也說最少有三個C的西藏的兵門 因為西藏很多人流亡在印度那邊 這樣就好了 中國自然勢不利 於是近一兩年就想建一些公路 這些公路就令到是 對軍事運輸 就很快 中國的軍隊如果邊境有衝突 就可以運到過去 就可以打仗了 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印度當然不得不老禮 雖然我們印度 都可以隨時去到邊境 我們每天都在那邊有三個山地屍 就是長期駐守 甚至在那邊的兵力 如果在達旺方向有四萬五千兵 石金方向都有五萬五千兵 加起來最少十萬的重兵 那麼你 我們印度可以報 你中國可以報 正常應該是很OK的 但是軍事這件事就不是這樣的 你中國可以報你這樣的 共產大國 這樣的野心 對我們印度更厲害 於是有些事情是要爭吵你 中國有時就越了去邊境 去動朗高原爭拗的地區 甚至越了界 去建一些公路 印度又不老禮 你現在是你過邊境去侵犯我 所以如果大家只看了一些 香港的傳媒什麼經濟日報 香港的所謂的媒體 就說是印度挑釁 可想而知是錯的 不過另外我看到經濟日報有一篇文章 就說中國都不會向印度開戰 為什麼呢 因為最少有三件事是對中國不利的 第一 會喪失更多領土 因為如果在動朗高原就退交戰 印度就隨時入侵在中印邊界西段 黑塞陰地區 之前說過 就是黑澤米爾地區 第二 就是北利西藏 因為本身有西藏人在那邊 你一打仗西藏就趁機前後夾擊你 夾擊你的解放軍 第三就是外交很尷尬 因為中國要搞一帶一路 就很想拉攏印度 但印度就不是這麼賣仗的 如果再打仗的時候 一帶一路那些全部要各自 於是這個就是經濟日報所寫的 我就再補充 因為大家正在爭辯 究竟中印邊境 所謂的小朋友幼稚園式的 啤啤啤啤啤的衝突 會不會衍生到打仗 我就說大家的焦點 應該不是這樣想這樣看 而是中國 根本是毫無本錢對印度開戰 是連開戰的條件本錢都沒有 第一 不是呀 有聯名號 我真的要跟那些 什麼時候欺負一下 日本和韓國 那一次 有條盲目 走上遼寧號 說要看F-15 第一 一個 航空母艦可不可以抽 首先要看它是屬於英美營 還是俄羅斯營 俄羅斯就不用 裡面有全部武器 英美營就要看隔壁的護航艦 你看到中國 遼寧號四個旁的護航艦 實際戰隊都一般 第二 就是在上面裝些什麼戰機 別人F-15 怎樣和你那些 那些牙籤 什麼籤30 第二 印度的國防部長就說 現在不是1962年 不是你當年 你中共可以打贏我的印度 第一 為什麼呢 你中國有遼寧號 印度也有航空母艦 甚至印度的航空母艦 第一 裡面有很多先進的武器 因為類似俄羅斯那一隻 第二 印度的航空母艦可以發展到三隻 你中國雖然有遼寧號第一隻 就是訓練艦 實際上 當然不能打 第二 三隻都還在研發 第二 就算是世界打仗 不是只看中國的角力 和印度的海軍的實力 有的 是要看全世界有什麼人支持你 首先印度和美國會支持你 日本會支持你 所以最近印度和美國和日本 就是海上一起軍線 聯合軍演 不是 中國有人支持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和美國和日本相差很遠 第二 中國的大佬俄羅斯 俄羅斯雖然是中國大佬 但俄羅斯和印度有很多軍事上的合作 和賣很多武器給印度 那俄羅斯怎會為了中國 而得失印度這個大客人呢 俄羅斯和印度都非常友好 表示最少俄羅斯會是中南 中南的情況就不幫你中國 印度上的盟友真的多很多 美國一幫你印度和英國 這裏就是美國的弟弟又會加入戰團 還有北約 還有歐盟 所以中國是幾乎硬的 如果真的開戰 第二 講這個海戰 中國要由艦隊去打印度 要經過馬六甲 那好了 馬六甲實際上有很多美國的艦隊 別人美國艦隊不讓你過 也不要說去印度洋打仗 第二 印度洋一打仗 中國其實有很多商船和油船 在蘇伊士運河 即埃及那邊 就要經回去印度洋 有很多石油和資源 就要經過印度洋 如果印度一封鎖印度洋的時候 有很多石油資源 就不能運回中國了 所以現在經濟想繼續發展 什麼補七補六 或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績 隨時一下子就沒有了 那中國會不會沒有這麼大的經濟危險 是吧 走來和印度開戰 那當然不會 所以中國根本是 連開戰條件都是沒有的 所以那些大陸五毛就不能自篩 不過講自篩 以下播這條片的新聞主角 就是整個紙蟹 綠狀元清一色想從醫 林作轟揚羊群心理兼短視 雖則說人各有志 不過剛好六個出路狀元 志向都是說想從醫 對醫學充滿熱誠和興趣 我是絕對不相信 這個跟我當年 是州的律師這行的體會是很相關的 有很多人根本我肯定不是說出於對法律的熱愛 而是對地位身份 香港人的那個看法有關 他覺得他做到就是威風的 所以他想做 林作狂秉的狀元思想合宅 是讀書機器難有大成就 期待他們可以跳出框框 而不是自衛式地埋手在自己合宅的專業世界 第二個講這些都可能被人說葡萄 但林興英過牛津數學系畢業去過港大讀 做過大律師 補習天王 藝人上市公司執董 總要有媽媽送間六千五百萬的老婆套 嗯 跳出框框 你本身都是最佳例子 不過講到最後都是為賺錢 做醫生都不錯 醫院做到死都沒有人理 政府醫生根本就不夠 要看得更高 不是只賺飯吃 你賺到錢當然是這麼說 都是那句人國有志 講廢柴講這個 垃圾葡萄人 林作絕對是新一代的名人 首先 他搞清楚少少事 這六位狀元 不是因為他做了狀元 而才說我想做醫生 而六位如果你看到訪問 從小到大已經想做了 看他們怎樣說 父母怎樣說他的背景 是因為他想做這個醫生 而醫生因為專業的人士 對於成績要求很高 所以他才努力讀書 所以他才努力讀書 你不要搞錯了林作 第一 別搞錯人家做了狀元才想做醫生 第二 講到熱誠 從一而終 對著目標奮鬥 你林作一定學不到 人家的十分之一 為什麼呢 這個人 初初讀數學學 已經就要畢業了 但數學界做不到 就做不到 於是就讀法律 不知道是否學你說 做名人 還是社會地位問題 好了 因為數學家地位 實在高一點 但做不到 即使你是英國名校數學校的所謂畢業 好了 做律師做到大律師 你知道做大律師 全香港有千多個 有幾個可以在中華的開律師流賺錢 很多去到北角 甚至是做生意不超過一半 林作當然是屬於那些沒有生意 也都收入來源非常低的人 做律師也不行 好了 做律師也不行 我看到人們從政 湯家華 宇若薇 那些都是入法律界 之後就從政 好了 怎樣選擇區議會 有建制派的加持 不知道有沒有中票 對著譚香文 他也是輸 從政不行就不要緊 於是轉行 又想做藝人 或者做補習天王 到現在這樣 所以說到熱城 林作一定沒有這幾位 六位狀元 人家真的會為目標奮鬥 不會一時挫折而放棄 而你林作 全部都是這樣轉 還有 眼光短淺 壞人 是否才讀書機器 只是在自衛 思想很狹窄 跳不出這個框框 首先 一閒都可以舉些例子 知不知道有很多歷史上的名人 有成就的人 都是獨醫 或者醫生出身 孫文 孫中山 大文豪 魯迅 冰心 功夫 黃飛鴻 革命家 即是長毛好 順敗的摺古華拉 天文學家 加利略 余達夫 戴文豪 即是契可夫 達爾文 畢拉多 1986年 他帶領阿根廷 拿世界杯冠軍的領隊 還有 蘇古迪斯 即是阿姨 巴西的民宿 還有 澤亞西尼 哪位 就是拉登的副手 拉登的頭碼 韓韓 很多名人 都讀醫 還有法律系 奧巴馬克林頓 美國總統很多都是 林肯 杰佛遜 杰克遜 阿當司父子 小羅斯福 出名的政治家 為戴卓爾夫人 英國首相 前首相貝利亞 古巴前總統卡斯特羅 蘇聯第一人 列寧 李光耀 逸權大壯 盧姆 陳水扁 音樂家柴赫夫斯基 全部都讀醫 這些法律系 所以 你以為 我想做醫生 或者選擇了 讀法律系 讀醫系 就等於你 就不會跳去其他框架 不會有其他成就 只是讀書機器 很多例子 告訴你林作 是否當然 傻仔 不要說得這麼大 我只見小明醫生 李嘉仁 經常出來唱歌 還有藝人 他真的是藝人 還有你所說的太監 盧草茂 盧草茂 做醫生 做太監 做官的 香港 高永文 對 為什麼林作 反而眼光短淺 智慧 會打飛機那個 就是每次 想從政的時候 想成名 補習天王的時候 想再出一些名字 就是要炒作你前港的女朋友 麥明師那些東西 的林作 麥明師都說 跟傳媒說他不想公開這些東西 那時候是林作自己公開的 一個不僅僅要靠媽媽錢的二世祖 還要靠你匪民女友的前女友 來炒作炒花生的廢柴 怎麼會明白一些中學生的大志呢 對牛彈琴這些叫 然後 我看這幾位的狀元 答案絕對比林作 是一百倍的 例如問到港獨這件事 怎麼看 其中一位叫李樂師 就認為港獨較激進 沒有什麼可能發生 但是他說最重要是 背後反應的問題 為什麼大家要有這樣的想法 政府其實是要了解 有些根本的問題還未解決 另外一位麥昭如就說 第一 因為可能政府被人提 有一種不貼民情的感覺 另外有一位狀元李朗軒 就說這樣一定是 香港發生了些事情 那些人才會提倡港獨 政府也由這方面著手 雖然他都認為 在現階段來說 港獨是不切實際 另外 另一位女狀元鄧偉遲 就說不同的理論 都有他的立場 他覺得與其糾結港獨的問題 就不如想想為什麼人提倡這件事 然後就好了 除了說學生之外 也都說趁一兩分鐘的怪獸家長 話說真道學校 一班家長就是聯署 就說校長有些威脅 因為他們投訴7月 反學只要回5天而已 實際上可能隨時只有3天 但是交校車的車費 就要交半個月 當然這些校車的車費 不是校長收的 學校的中介都是司機收的 甚至有些家長留言 我看到家長沒有義務 白養司機 要不要給他詳諷 我看到很多真道的家長也有留言 其實真道的校車費 你現在才說不同意 是無理取鬧 第二點就是有些人都提出 你學校都收足7月 都收足你的學費 那是否7月 老師出兩者出半個月 不是這樣提 第三 真道的學校有很多校車線 主要就是少些校車線 你不用停這麼多站 你上學的時間就可以少些 也等你節省一些車費和交通時間 那你還投訴這麼多 你也不體諒一下 還有 就是這樣很多時候 你上班有時12月 公眾假期有多些 復活節有多些 那是否你上班的日子 月薪要減少些 很多是真道的家長 都說這些一群所謂的家長 投訴是無理的 那校長有威脅 為什麼呢 因為校長都說 一早說了 如果7月 你不交7月的校車費 接下來9月你就不能優先 到時候校車沒有位 你就不能上去 那也很正常的商業運作 第一是司機也要吃飯 第二是你不願意交全 整套服務 而一些家長 是願意交全套服務 7月都加上校車費 那當然再續合約的時候 再續期的時候 那些家長優先 絕對是很正常的 那這些不是叫威嚇 所以你見香港出現 那些怪獸家長 有那些臨作 是不是 你見香港人多悲哀 好 這次差不多下一節 到史提又有話題 想跟大家說一下 好 又到了食台灣愛文芒的季節 今年繼續由晉升引入的 台灣屏東荒山A級愛文芒 迎著它搶眼的紅色 圓滋滋可愛的外形 還有陣陣飄來的獨特方向 台灣屏東荒山的愛文芒 這麼突出 好意認 現在上來MIHK.TV網店 就可以買到 由天然方法種植的 淡淡果肉的 台灣屏東荒山愛文芒 由橙地直接送到你的手 最多都是10個小時 一箱428元 有6至8個 最少3KG價 歸之限定 快點預訂 麻煩了 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8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充滿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贊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拜拜